美国广西留学生协会成立仪式,美国河南留学生协会换解仪式,以及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任职仪式在南加州举行。 在当天的仪式上,来自南加州的众多民选官员及社区代表,包括核桃市市长伍利伦、圣盖博士市议员丁炎玉、亚凯迪亚市市议员王爱玲等均出席并颁发贺壮。 官员们也在致辞时分享了自己的留学经历以及从政的心路历程,并勉励留学生与年轻人把握时机,在学业与动物保护工作中做出更大的努力,积极为社区做出更多贡献。 美国广西留学生协会会长蔡玉昌,美国河南留学生协会新任会长孟凡丽,以及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CCO蔡亦凡分别讲话。 他们表示将积极推动各自协会的发展,为留学生、亚裔社区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并努力宣传动物保护意识。 留学生本身在美国就是属于一个少数团体,然后作为广西的留学生也是在留学生中算是一个少数团体,所以我们想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到美国的生活中,融入到留学。 我们的初衷是帮助更多的河南学子在美国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去学习,去工作,对这是我们的初心,我们也希望留学生协会越办越好,谢谢。 与此同时,当天还举行了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组织的任职仪式。 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迎来了新的领导团队,在新的领导下,协会将为亚裔社区及动物保护做更多的工作,多多奉献。 我们这次正式任职典礼结束之后,我们确实是打算做一些实事的,比如说我们会引导这个,我们有这么多的学生团体,我们会组织一些志愿活动去帮助社区,去保护一些动物,这个是从小一些的层面。 我们也希望成为亚洲和美国的一个桥梁,带更多的这种,比如说中国的学生来这边体验,如何把自己亚洲的影响力带给这个社会。 同样出席当天活动的还有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总顾问,美国一字范集团董事长李树棠,美国留学生协会联盟创始人吴宇宙,主席刘正新,副主席董志豪,美国浙江总商会执行会长顾德耀,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会长彭南玲等众多嘉宾。 凤凤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